Hello 大家好 我是清语 我们又见面了 清是青色的清 雨是下雨的雨 我的个人QQ号是17079225 同时我的个人微博账号是清语 素描已经更名了 我们应该是见过很多很多次了 那么今天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素描教程是 素描进入的水果当中的梨子的一个示范 那么我相信大家上一次看到我画的苹果以后 肯定又想画画其他的水果 对不对 那么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起来示范这一个梨子 我们拿到这样的一个水果以后 拿到这样的一个梨以后 我们首先要去找出它的一个高点 低点和左边和右边 高 低 左右 那么由于这里 它的这个梨子的瓣 它会往右边延伸到这个位置 所以呢我把右边多留出一点空间 我把整个梨子呢 往左边挪了一点点 好 我们找到这个高低左右以后 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不管你是画单个也好 画水果也好 画组合筋物也好 还是画什么也好 你只要找到它的一个高低左右 找到这样的一个四个点以后 你确定好它 然后面你就不会出现那种 突然就画着画着变高了 变宽了 变瘦了 变胖了 等等诸如此类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所以呢我一般都会确定好这四个点 以及呢这一个水果 它的一个高宽比呢 它是很很胖的一个感觉 所以呢它的长和高 应该是差不多的 OK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把多余的呢我擦掉 那么下面呢我也留了一点点位置 因为方便好 接下来呢画投影 要把需要预留的空间都预留出来啊 画好以后 接下来我就用长直线起行 长直线起行 找好这些画面当中的一些鼓出来比较厉害的点 我们称之为高点 不是吃的那个高点啊 是高低左右的高点 找到这些高点以后 你再去用长直线给它们连接起来 那这样子呢就把握好它的一个 大体的一个动态关系 这也就是传说中的 所谓的就是会更像一点 这是它的这个 离子瓣的地方 那么这一出却这个离子瓣呢 就你可以稍微的自由发挥一下 也都没关系 这不特别夸张 好了把这个长直线勾出来以后 接下来呢 我再稍微的把它圆起来一下 就是多的我就把它切掉 少的再把它补起来 这里呢 其实也是第二次起行的一个过程 这第二次打形 有些不准的地方你可以改 有些画的不是特别到位 不是特别恰当的地方 你都可以修正 而且一定需要啊 一定需要去修正 因为你不可能第一次画的就那么的准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去修正 而不是一劳永逸 刚刚打了一遍行 那么这一遍你就只是随便去把它圆起来 这样呢 可能你后面画出来的话 没有那么的准 没有那么的到位 慢慢地圆起来 而且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 不要去勾 就是不要像写字一样去勾出来一根线啊 那像这样去勾 勾出来一根线呢 大会你想要去擦拭啊 想要去修改的时候 就特别不容易 所以慢慢地去给它起形起出来 那么这一个动作呢 我前面有跟大家说过的就是用负线 对不对 起形线也是用负线 我们可以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去修正那个形体 这也是用负线 同时把这些凹下去鼓出来的地方呢 尽可能地把它找到 不要太过于概括地去画 就是说你想象的离子 或者说你就完全地凭主观地去画出来 到最后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像 好 离子爆 离子爆呢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由于它也是比较复杂 首先呢 我们轻轻地 轻轻地啊 把它的一个动态画出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 好好的去画它的边 而且离子爆呢 有一个特点 有一个特征 就是中间细 两边粗 这里我们记住一下 中间可以画细一点 两边它粗一点 是吧 这样子呢 一个离子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就已经出来了 我们还可以反过去比较一下 这就是外轮廓的一个起形 把多余的这些小辅助线呢 可以轻轻地擦一擦 不需要擦得有多干净啊 就轻轻地 特别多的地方我们擦一擦 由于刚开始 第一我是用一支六臂软线起的形 第二 我是用轻轻地去画的 我并没有去勾它的轮廓线 我都是慢慢地用副线 慢慢地给它修正 轻轻地去勾的 轻轻地去画的 没有去勾它 所以呢 也好修改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 这个它的一个离子窝 这离子窝的大概的位置呢 在整个画面的三分之一 少一点点的位置 三分之一少一点点的位置 也就是大概在这 离子窝 它和苹果窝的 这个感觉是非常类似的 只是说 离子窝呢 它就长在这个后面 是吧 然后苹果窝它长在前面 长在这一块 应该说苹果它也有两个窝 苹果有两个窝 离子它只有一个窝 应该这么来说 那这里呢 就是两根比较明显的结构线 这一根这一根 当然还有这一根 是三根明显的 比较明显的结构线 组成了这个离子窝 这一根线呢 这一根比较明显的线呢 它组合到这里 就凹进去了这里 然后这边这根线呢 组合到这里 那么同学们 你们想要这个圆图的话 你们可以来加我的个人QQ号 我可以发给你们 我的个人QQ号是 17079225 好了 把这一个所有的内容 结构画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来找它 明显就越线 我轻轻地画一下 明显就越线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因为高空在这里 明显就越线在这一块 我轻轻地画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它肯定不是这样一个 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由于这个离子身上 它会有很多的一些 高低起伏之类的 对不对 很有肌肉感 或者说它有一些 转着不明显的地方 所以明显就越线 也不是笼统的 这样的一个形状 我们仔细来看 你看这里笼起来一块 从这里接出来 它是相呼应的 看我仔细 看我的一个用笔啊 同学们 我的用笔 像荡鞦韆一样 手在这里 铅笔在我手中 荡鞦韆一样 这里又鼓起来一块 其实你看 从外轮廓也能够看得到 内外结构的 可以相互转换的 前面我们有聊到过 对不对 在苹果那一节课 所以外结构 你看这里鼓起来 其实内结构 这一块也会鼓起来 就内外结构的转换 然后这里外结构鼓起来 这里内结构 它也可以鼓起来 这里也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 去聊这个结构 有的时候 我们内部的结构 不是特别明显 或者说还不是特别 去变差的很熟练 很闲熟的话 我们也可以 依照这个外结构呢 做一些推敲 做一些推理 然后你就能够很迅速的 或者说相对准确的 能够找到它的一个 结构线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一个苹果 这一个离子的尾部的 这一个米亚救援线呢 它非常的浅 由于高光在这一块 光源在这一边 所以它呢 表现的相对的浅一点 好 还有就是 找到了这个结构线以后 找到这个米亚救援线以后 我们再来找它的投影 它们是非常的 就是说 它们是能够相呼应的 米亚救援线 其实也就是投影的边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够 就是这样有一个空间思维 其实这一条线 也就是这一个边 你们去理解一下 去理解一下 然后呢 或者说我们可以 自己拿一个离子 拿一个苹果 拿一个水果都行 你在这个侧面 画一条横向的结构线 然后用光照着 当你把这个米亚交接线 就是通过你的转动 跟这一根结构线 重叠的时候 其实那根线 下去的投影 它刚刚投在这 如果我现在 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述很清晰 如果说现在听不太明白 我刚刚那个例子的话 你们可以翻一翻 我前面的基础视频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讲解 其实投影 它就是有一部分 是这个米亚交接线 的这个边投下去的 好 然后我们画投影的时候呢 也要像米亚交接线一样 你看 有一些轻重 轻重的一个节奏关系 特别是中间这一块 我稍微的加强了一下 是吧 你看这样会显得 比较浮游体积 投影也是一样 投影也是一样 投影呢 我或者说 我不会全部都很重 全部都很轻 我会在一些转折的地方 在一些转折的地方呢 我给它做一下 深浅的关系变化 而且 这样节奏关系 我都会去考虑到 这个投影之所以是 这样是因为 底下还有一块布 但是我这里就 不带着大家的画布了 就 先不要一次性 把这个难度 增加到那么强 这个地方呢 也有个投影 从这一块 投下来 再投下来 然后投到这 好了 上面呢 这里呢 也有一个明暗角线线 这个明暗角线线呢 从这一块 到这一 但是呢 上面这里呢 由于靠关系比较近 而且转折不是特别强 然后呢 这个明暗角线线 就会相对浅一点点 好了 这就是对于 它形和结构的 一个初步的一个讲解 对于 这就是对于 这个明暗角线线的 对于 这个明暗角线线的 这个明暗角线线 就是对于